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 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 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 在断联的关系中 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 他是怎么想的呢? 以及目前的他是正在在意着谁? 台面上总共有三个选项 由左至右 最左边第一组 我们的选项是因者牌 中间第二个选项是节制牌 最右边第三个选项是力量牌 好,那这的话总共有三个 由左至右 选择好了吗? 那么我们开始咯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 在验证牌的地方 你目前对于这段关系的想法 透过验证牌可以看到说 在这组的你们 其实你们依然对这个人是有抱持着还不错的好感 甚至呢 你们有非常多想要去找到他的冲动 或是我们非常想要让你们这段关系可以尽快的恢复联系 那这句话有可能是选到这组的你们 有一部分的人或许是在刚断联不久 所以可能你的思念对他想念是仍然非常的丰富的 或说仍然还是非常的想念他 那无论说你们是刚断联 还是说已经断联非常久的人的话 其实你们应该有一部分的人 就是知道对方可能是封锁你 但是你还是仍然会一直想要去传讯息给对方 虽然对方还是没有看到的情况下 你也觉得没有关心 你们相信或许在仍然未来有一天 他是会看到你们的讯息 并且他会看到你们讯息之后 会再回心算意的 那一部分的话 有可能是因为在这段关系里面 你跟对方或许是刚认识不久 那对方好像似乎对于你的表 他喜欢你的样子 他表现出来对于你们之间关系 在态度的话是属于比较性质缺 或者就让你比较猜不透 那你有时候只是在想说 他可能在忙吧 或者是说他可能真的是 有些事情被耽误了 所以他或许并不是那么的 想要去拒绝你 就是你会有这方面的想法 那其实无论说 你们是属于哪一种的关系 或者说哪一种的一个情境之中 那可以照说 其实在关系里面 你们感觉到会有一点的估计 或说会觉得 会没有办法放下这段关系 就是你们经常会想起这个人 你们会一直想要去勾勒出说 你们未来的生活的好啊 或者说你们在接下来廉假期间 可能要去哪些地方玩 或者说在周末休息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再见个到面 或者说对方或许等他忙完之后 就会给予你们回应了 所以你们对于这段关系的话 其实虽然呢 会觉得有点孤单寂寞 但是你们还是仍然抱持一个 还不错的好感 或者是说 对这段关系 你们还是会来抱持 有一定程度的希望 或许对方他还是会想要来 见到你们 或是对方还是会愿意 回复你们的讯息 那你们在对于说这个人的话 有一部分可能是已经真的 糾葛了有点久的时间 那对方最近终于 对于你们这段关系 是有表现出一种比较好的态度 或者是说 是会让你感觉到自己 是有被他给重视的 但或许就是因为这段关系 可能拖了真的有一段时间 有一点久了 因此呢 你会认为 会比较急着希望 这段关系可以尽快有个答案 但对方好像其实 他只是给予你 有一些还不错的回应 但是至于要不要给你一个承诺 或者是说对于这段关系 要给予什么样明确的 相处的方式跟未来的话 对方他的态度上面 仍然是属于在一个 比较暧昧的情况 所以对于你来说 就会比较更多的担忧啦 好的 那这些话呢 就以上选到在主牌主朋友 你们验证牌的讯息 如果说符合 或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 我们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那么目前 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 他究竟正在意着谁呢 那这件事我可以知道说 这个人他目前 或许他在工作上面 并没有到那么顺利 或者并没有到那么的顺遂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 最近他的年终奖金 并没有到那么的好 那也有可能会导致于 让他的生活出现一些困境 又会可能他一直不断的包红包 有一些比较大笔的支出 那可以知道说 目前他在工作上面的话 并没有到那么的理想 就是比较辛苦一些 会需要有许多的人帮忙 不过信仰他在工作的人员 职场上的话 并没有到那么的糟 还算是会有一些贵人 或者说在跟同事之间的相处的话 也不会到那么的差 但是你可以知道 其实这个人 他目前在工作上面的话 比较没有办法展现出 太多的 所谓想要去达到目标的 这样的决心 又或说面对工作上面 他是本身抱持着一种 得过且过 或者说还不可以过得去就好了 这样的一个心态 现在他的话会比较着重在于 把这些心思在他的朋友 或者说在玩乐上面 甚至呢是能够带给予他快乐的人 那这也可以知道说 有一部分的人的话 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 现在他会比较重视在 跟比较要好的同事 或者说非常要好的朋友的人 身边的之间的聚会 或者说聚餐 就是会比较想要跟朋友聚在一起 就是可以让他感觉到 比较轻松自在的 那如果说你非常确定 他这个就是没有什么朋友 那就是连同事可能也 没有什么样的互动的话 那么就表示 其实这个人他最近 就会很有很大几率哦 很有可能就会使用 骄傲软体 或者说可能就会 想要去多认识新的人 新的对象 那当然这新的人 新的对象的话 我们先不谈论 或者说从排面上里面 没办法确定 他们是不是有一些 比较亲密上的 一个肢体的接触 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 他跟这个人之间相处 或者说去认识新的人的话 他会希望双方之间 是可以不用任何的承诺 或者说不用任何的责任 是可以很开心 很快乐的就好了 所以这个人他最近 会比较是着重在于说 如何让自己 更加的快乐的 这方法的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目前他会非常在意 是能够带给他快乐的人 所以洋洋会比较列为 是在他的朋友的部分 所以在目前 如果说是以爱情的情况下的话 这个人他并不会 把爱情放在第一位 他反而会是比较着重在于说 日常生活之中能够让他实际上 掌握得到的东西 也是他现在非常重视的 所以呢 关系之中的话 他也不会把太多时间浪费在 不需要的人身上 那并且可以知道说 其实这个人他以前是真的还蛮爱面子 或者说是蛮重视 跟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相处的互动的 那种和谐的程度 但现在他比较更加着重在说 如何让他自己可以过得开心 他再也不会想要去把自己的相处的方式 想要去迎合别人 觉得再也不会去亏待他自己了 所以现在他是把他自己的快乐 真的是摆在最重要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也可以知道说 这个人他在他的工作上面 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碰壁的情形 所以他非常需要人脉来去协助他 好 那这件话来去往下看 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呢 他的断联的关系的话是怎么想的 那我们就往下看 那在目前他的话 他的想法 其实他好像还在慢慢的去 让他自己去学习 面对于他心中真正的感受 真正的感觉 其实在之前的话 他是很在意你 他也很在乎你 但或许是因为他的工作 外在环境 或是他一直以来成长经历 导致于说 他在面对亲密关系 或说爱情这种关系的话 他本身会有一种 多疑多虑 或者是说会把最真实自己的感觉 或说自己的一个个性 隐藏得非常的好 但是在因为这个断联的期间 他才发现到说 其实他一直以来都是用一个 比较错误的方式 来去处理你们这种关系 就是他明明很希望可以讲清楚 但是他却没有把话给说开 他其实会觉得有一点懊悔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因此呢 也可以知道说 这个人的话 他在面对说 你们已经断联赚关系 他真的还蛮想念你们 并且你在曾经过往 所为他做的付出 或说为他所做的一切 他都是有感受得到的 并且呢 他都有很明确的记在心里面 那现在他的话 其实心中多少会觉得 有一点的孤疾孤单 那就是因为在过往的时候 你带给予他非常多的建议 或者是陪伴 所以其实你的 你的一些的影子 他都一直存留在他的内心里面 所以有时候他现在的他 也会当成是别人的爱情的导师 或说成为开导别人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怀 一个很重要的人 那当然也是因为 他总是会在跟别 给予别人建议的时候 就会想到你们 因为在过往你们就是 用很多的耐心 那他其实在之前的时候 对你们其实都是有 抱持一个蛮多的警戒心 但是就是因为你们的 默默的不断的努力 默默的付出 所以他对于你们信任 是一点一滴的慢慢投入 那在透过这一次的断练之后 他才会发现到说 其实他是已经不能没有你们 又或者说 其实他才发现到 原来你们在他的心目之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 是他一个很重要的避风杠 所以现在他其实还蛮希望 并且渴望你们这段关系 是可以尽快的恢复联系 或者是有一个 可以赶快继续下去的结果 那当然其实这边 从排面上 杨阳会认为说 这部分的人 比较是因为对方 可能最近真的比较忙 所以才没有回复你们的讯息 或者是最近他可能真的 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他才会对你们这段关系 是有一点逃避的心态 但是他并没有讨厌你们 所以因此呢 他在不久之后 应该就会跟你们恢复联系 并且是由他来主动 那他在回来找你们的时候 并不会特别讲出一些 比较肉麻的话 或者是说 想要去挽回你的话 比较像是一般 日常生活之中的一些的话 或者是寒暄 因为这个人 他会更加喜欢是 在你们这段关系之中 是用一个比较亲切 或者是贴近的方式 来跟你们相处 太过于拘谨 或者说太过于 有一点距离感的话 他反而并没有那么喜欢的 或者是他也不喜欢 自己太过分的热情 他希望两人之间的热情 或者是两人之间的反应 都是在一个比较一致的 那个程度之下 好 这一段话呢 就以上选到 这一组排除的讯息 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 如果说对你们帮助 或说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订阅按赞留言分享 开启小铃铛 如果说需要订购 签手工饼干的朋友 可以与洋洋做联系 那如果说有需要 预言客付费占卜的朋友 也可以透过 LINE的方式 或其他通讯软件 与洋洋做联络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再见 拜拜 我们来看到 选到中间第二组 截至排的朋友 那么在验证排地方 你目前对于这段关系的想法 透过验证排 可以看到说 选到这组的你们 大部分来说 都是可能在稳定交往中 或者是说长期暧昧 或是已经认识非常久的人 那有少部分的人的话 可能是在问朋友之间的关系 不过我们今天的 呃 占卜的内容 比较特别针对 说是在爱情的部分做讲解 那当然如果说你们想要做 对于友情的部分的话 就稍微可以把情的部分转换一下 好 那这样的话 其实从排面上 我们可以知道 呃 在选到你们的话 其实你们对于说 这段关系 你们其实还是会觉得 是会在恢复联系的 并且是有一个还蛮高的几率 因为有可能是在 你们这段关系之中 是有一个蛮强烈的羁绊 或者是说 在现实生活中 是有些相同的生活圈 或者说是有合约上的关系 或者说是有一些 无法避免 不可以 也没办法因为断联 就不联系 就不见面的 呃 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所以请你们 其实在面对说 这段关系 并不会有到 那么多的担忧 或者说太多的一个害怕 反而对于说 对方还是会有 比较多的亲切感 或者是说 会有一些 蛮放心的感觉 不过因为我们这边 有抽到塔牌的逆位 跟保健网牌的逆位 那这也可以意味着说 在塔牌逆位部分的话 其中的关系本来你们蛮担心 其实会结束 或者是说会断联 那可能就是因为那样 有提到 突然想到 啊 就是在现实生活中 是有一些的羁绊的 所以其实要真的断联的话 也没有办法那么的容易 所以因此呢 你们就稍微有放心一下 但你们还是会很担心 对方会对你们不爽 或者说会对你们不高兴 或者是会把 呃 你们这段关系的一些的情形 会把它发泄在你们身上 或者说可能对方会报复 报复你 所以你们会蛮担心 呃 在一开始 我们可能在这段关系 吵架争执的时候 应该有发生一些 还蛮严重的事情 让你们双方之间 其实有吵得蛮不愉快的 那这严重事情的话 比较多是可能来自于说 两个人之间的观念不合啊 或者说两人之间 在相处的模式上面 是呃 有落差的 或者是说 讲话的态度上面 对方让你觉得很不爽 那有的人是因为对方 可能很少 可以联系的到 或者是对方可能会有一些 失约的情况 所以因而让你对于 他的话是有一些 比较感冒的情形 就觉得 哎 同样事情 为什么一直不断在发生 已经跟他讲过了 他怎么还是一样 这么让人觉得很愤怒 就是在于你们心中的 这些想法 不过在随着时间 这样已经 有一段时间之后 两之间比较 呃 冷静下来的话 你们开始就觉得 呃 稍微可以 不会那么气了 但是其实还是蛮在乎 这件事情的 所以一直来的话 我们这样关心里面 都是有存在一些的诟病 或是会有一些的问题 就是对方总是 好像都 没办法理解你 到底想什么 然后你就已经 有时候跟他讲得很明确 他还就是 呃 一样 然后他也不愿意去 做任何的改变 不愿意去做任何的调整 就是会让你们觉得 一切就好像是 呃 做白宫一样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以上选到 在主牌族朋友 你们验赞牌的部分 那有所符合 或是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 我们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我们来往下看 你心中所想的 这个锻炼中的他 他目前呢 最在意的是谁呢 好 这话从排面上呢 可以知道说 其实这个人 他呃 你们之间的争执 吵架 或者说可能目前 现在是真的有锻炼 情况的话 他其实心中也蛮在意的 那他目前的话 也还是仍然在气头上 所以其实目前他 他更加是在意他自己 呃 应该可以这么说 就是其实这个人他 其实他心中是觉得 自尊心是有些受挫 或说其实会有些受伤 他会认为他已经 一直来都跟你讲 或说可能跟你呃 分享 或者说他希望都可以记得住 他的一些的原因跟理由 但是似乎两人之间 其实对于这件事情 是没有任何的共识的 所以因此呢 现在他会把他很多的专注力 跟呃 所谓 他可能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他可能一直来都想要 去表事情的话 会比较是把重心放在他自己身上 然后就会发泄出来 可能就会让身边的人知道 或说可能会让你知道 就是他其实在对于 目前的生活的情况的话 可能并没有到那么的满意 如果说他本来就没有 那么急迫的想要谈感情 那那有可能就是他目前 比较不会把你们俩之间 情放的太重要 所以因此呢 就会觉得说 你总是好像好像要控制他 或说你总是想要去 呃 让他按照你的想法 你的方式走 那这样的话 他就觉得说 其实他一直来所做出的努力 或者是说他的付出 就好像是做白宫 你就好像就是真的都没有看见 所以其实现在 他会真的比较没有办法 很有耐心的去对待身边的人 无论是追求他的人 或者是呃 他身边的朋友 又或者说 可能他的家人 更或者是你 所以他就不会把太多的心思 放在所谓的人际关系上面 现在他反而会 比较希望说 自己的心情是可以被别人给照顾到 或说自己的心情是能够被别人 呃 受到尊重 这也不会像 你们之间的那种相处方式一样 好像总是他在 呃 比较累了 所以呢 他会希望说 将所谓的 所有的专注力 就是放为 到他自己的身上 但因为这个人本身 他本身就是自尊心 比较高傲一些 比较强一些 所以就是当你们两之间 真的有吵架 政治的时候 通常都是要由你主动去低头 他要主动来找你的话 你可能真的需要花一点时间 就是等到真的有事情的时候 他才会来找你们 你们才会有和好的机会 如果说真的都没有话 那基本上 这个人就是不会主动来找你们的 就是他也是在等待着你们 呃 愿意想要主动的去找他 所以可以知道说 嗯 应该说这个人的个性 本身就是这样子啦 所以也不一定是指这个 这个你们目前争吵的状况 所以意味着说 这个人他非常需要有人去哄他 或者是说 其实这个人还蛮希望 呃 有的人是可以能够去留意到 他的这个感 呃 个性的部分是 蛮需要有人去主动的低头的 就算是他犯错 还是别人犯错 都是一样 都希望说 呃 希望由对方来去打破这个僵局跟冷战 要不然其实这个人他本身 在跟别人吵架完之后呢 他就是很常 常就是不讲话 然后或者人就消失 就是因为他把所谓的专注力跟重心 都放在自己的身上 不想要再 把所谓时间浪费在一些 他觉得可能 不是很理解他的人身上 甚至有时候他可能只是在 单纯的气头上而已 那等他气效之后 你们再主动找他也是可以的 好 那这件话呢 就是选到这一组牌族朋友 呃 他目前所在意的部分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锻炼东的关系呢 他是怎么想的呢 那么 继续往下看 那目前他的话 他的想法 其实杨阳会认为说 他是觉得有满满的失望 那其实这个失望也是因为 他会认为 其实你们 应该是不会吵架 或者说我们并不会这样子 两件事情就是冷战 不讲话 或者说是这样子断练 他认为 其实你应该是了解他的 或者是你是能够去体恤他 能够去体谅他 能够知道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他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 他的用意 他的想法究竟是什么 但是事实上在最后面 却是与世愿违 所以反而 他自己会认为说 这段关系怎么会 现在是断练 然后他心中 其实真的还蛮难过 然后也导致说 让他对于这段关系 他反而开始抱持着 抱持着会有一种保留态度 或者是说 想要让两人之间 好像要重新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真的是有适合的 所以他现在其实在关心里面 他是一个比较悲观的态度 或者是悲观的想法 那如果说我们可能本来呢 是有想要规划 一起去做某些事情 或者说某些的约定的话 现在我们可能要留言 因为对方开始想要去 取消或者说解除 你们之间的这些的约定 就是说他开始可能 不会想要去旅行 或者是想要 让专关系两人之间 或许是真的 要透过这一次的锻炼 那就让两个人之间 就这样子分离分开 所以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说 他在意谁的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有意味着说 他这个人本来就是 自尊性比较高 那其实他的想法 就是会属于比较负面 会希望把 多爱自己一点 所以现在他 就是这样的状况 就是他已经有点到 过度的负面了 所以他就不会想要再 把更多的情感 或说更多的耐心 就是用在你们这个人身上 或是说你们的关系之中 那这样当然就导致于说 这段关系 其实在恢复联系啊 或者说就要继续延续下去的话 会比较有点渺茫 所以因此 如果你们是本来就在 稳定交往中的人的话 可能要真的特别留 就是对方最近可能会想 跟你谈分手 或者说你们那种 会分手的那个种下的一个因果 已经出现了 就是要特别小心一点 那如果是锻炼中的朋友的话 就是单恋中的朋友 然后后面锻炼的话 你们可能就要去小心说 对这方究竟是不是真的 对你们是有好感呢 还是说只是在利用你们 或是说 他接下来对你们的态度 是会变得比以往 更加的冷淡 更加的难以找到他 那如果是真的锻炼已久的话呢 就表示最近有可能对方 他可能在生活周遭 是真的有发生了 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让他去勾勒起 你们这段曾经锻炼关系 那么锻炼之前的话 应该是关系上还不错 两人之间其实在相处的互动上面 应该是真的蛮和谐 蛮快乐的 但是在随着这样的时间 久了之后 他反而开始觉得 会去怀念曾经过往 所拥有的一切 那锻炼之间 分离的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他开始想办法 让自己去认清 所谓的现实 所以这边的话 就是在不同的一个 关系之中的话 我们解读方式 稍微会有点不一样 那你们就是在留意一下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以上选到 在主牌族的讯息 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 那如果说对你们帮助 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订阅 按赞留言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如果说有需要 预约跟付费占卜的朋友 在影片左上方 有羊羊的联系方式 如果说有需要预约 手工饼干的朋友 也可以与羊羊做联络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们来看到 选到最右边 第三组 力量牌的朋友 在验证牌地方 你目前对于这段关系的想法 是什么呢 透过牌面上 我们可以看到说 你在目前对这段关系的话 你应该也是真的蛮心灰意冷 又或者是说 你们真的觉得蛮难过的 那这段关系里面的话 其实你们也有想尽各种方法 想要去挽回 又或者是希望呢 可以得到对方的友好的回应 或者是这段关系 可以透过身边人的帮忙跟帮助 可以让我们两个人 赶快的恢复联系 不过看起来似乎 你在各种方法上 都是碰壁的 就算有的人是 或许 本来就没办法认识到他身边的人 所以当然 就是属于那种孤立无愿 没有任何的援君 可以帮助到你们 那关系之中的话 你们似乎有考虑 是不是要去结束掉这段关系 或者是说 还是要主动的去找对方 就是你们目前在这两个 在想法之中 是抱持着一个非常相当的犹豫 或者是说 没办法下决定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其实你们两个人 之间的断联的状况的话 事实上已经有持续了 好一段时间 那当然对你而言 你们其实也 也花了很多的心思 希望说 可以等待对方 那似乎看起来 在漫长的等待的过程之中 都没有办法让你们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满意的结果 那么在这个漫长的等待 反而是抱持着满满的希望 满满的 觉得说或许对方就会 你们两之间会恢复联系 但是在随着时间久了之后 看起来似乎总是与世愿违 不管你怎么等 不管你怎么的努力 或者是说 你真的去改变你们自己 或者是找了各种的老师 让你们去改运气 或是有的人 可能是有去寻找你们的信仰 希望可以获得帮助 但是似乎看起来 似乎都是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 一个满意的结果 或者说满意的 让你们想要的答案 所以呢 现在你们两之间 反而在对于说 应该你在对于说这段关系的话 你现在其实是没有办法 再有更多的耐心在这里面了 因为已经开始慢慢去了流失 你在对于说这段关系的信任 或说对于这段关系的信心 好 那这的话呢 就是选到这组牌组朋友 你们验证牌的讯息 有所符合 或是他们有所共鸣的话 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么我们接下来去往下看 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 他在意着谁呢 好 那看似乎 其实这个人 他在对你们之间的 这些争执跟吵架 他是没有办法完全放得下的 甚至他的这个事情的话 已经完全影响到他的心情 那这个人的话 其实他本来呢 他就是比较重视 自己本来就所拥有的一切事物 所以如果说任何的人事物 在经过了争执跟吵架 或者说离开他的身边之后 那么这个人就不会再往回头了 甚至他也会没有办法 把太多的心思 或者是说太多余的想法 投入在不在乎 或者说不在他身边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 他会比较是着重在说 是以现在目前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为最主要 所以等同于说 以这一题来看的话 目前他所在意的是 他现在本来就拥有的事情 所以呢 如果说你们这段关系里面 本来就是有第三个人存在 或者是说确实是有其他的竞争者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就是目前的话 你就可能会是成为一个比较大的书家 或者说因为他就没有把太多的心思 放在你们身上了 那就可能他就会去转移他的目标 因为他会认为 能够陪在他身边的人 才是真的愿意接受他的人 那目前的他的话 也没有办法去满意到他 目前的生活的情形 所以呢 他在工作上面的话 应该是有受到了不小的一个冲击 所以他也会把他的心思 放在他的工作上 所以目前他真正所在意的 就是他的同事 或者是说 就是他目前生活中招的人 为最主要就对了 那如果说我们本来就是 同事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你们本来就是有一个 在商业上的关系的话 那么对方就只会跟 跟你们之间保持一个 公事公办的态度 就不会有太多的一个作为 或者说想要有太多的互动上的情形 那这个人他会比较也会希望说 任何让他觉得很糟心啊 或者说让他觉得比较不愉快 不开心的事情的话 并不想要去影响到 他在目前自己生活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或者说并不想要去影响到 他生活中的步调 只是他在目前他的生活中 自己所拥有的事情的话 他本来就是并没有到那么的满意 那当然这时候 如果有人特别去烦他 或者说有人特别的想去挑战 他的耐心的话 那就可能会把这些的不满了 或者说他的不顺遂去投入 或者是说去怪罪到 那个人身上 或者是说那一件事情上面 那当然就可能会导致于说 让关系之间会变得更加的恶化 因为他就会特别的去责怪别人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目前他的话 更加是着重在于说 他本来就已经有所拥有的人事物上 他反而会比较抗拒说 去原谅可能过往的事情 或者是说比较抗拒 去接受新的东西 会比较希望呢 是现在目前所拥有的人事物 那就是珍惜就好 所以如果本来就是已经陪在他身边 很久的人都一直很贴心的话 那这时候就可能是会被上位了 好那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 锻炼的关系 他是怎么想的呢 那继续往下看呢 那在对方的话 他其实会认为 目前这段已经锻炼的关系的话 他其实心里是蛮难过 那你们在心目中 其实仍然是有蛮重要的一个位置 但只是他本来并不会认为 你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可能会锻炼 或者是说会 两人之间就这样子分开了 这样的局面 那在对于他的话 其实他本来一开始呢 是有点钻扭矫健 或者是说 他并不想要去面对说 已经锻炼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在随着时间久了之后 他其实也开始渐渐想通了 那有可能是因为他开始也觉得 已经有点无所谓的一个情形 所以他反而就开始 不会让自己去那么去在乎 这段关系 只是有时候他还是会去想起你们 或者说去想起这段关系 就这样子结束 或者说就这样子 分开分离 其实他会觉得真的还蛮可惜的 因为他原本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 他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或是他是有一些自己的坚持在 他希望说两人之间就是开心快乐就好 或是两人之间是有共同羁绊 或是说都可以陪在彼此的身边 那才是最主要 所以这段关系中的话很有可能 有的人是因为告白被拒绝 或者是说 两人之间是没办法往更下 一个更深层的关系去前进 所以可能才会导致说 虽然关系里面是没有所谓的共识 就这样子断联了 有部分其实有蛮一个重要的讯息 是在这边 那如果说真的也是都是这样子的话 那对方其实他自然是愿意去接纳你们 或者说还是会蛮希望说 这样的关系是可以再恢复联系 但就算真的恢复联系 或是恢复状况的话 可是对方是只把你当成好朋友 因为他在羡慕中 你现在只是一个很 就是非常熟悉 或者说他是能够完全信任的人 但是在对于爱情部分是比较没有 他甚至已经开始慢慢对于你们 已经没有所谓爱的感觉了 那如果我们本来就是属于单恋中的人 或者是说本来就没有在一起的对象的话 那就是对方真的只把你当成 是一般好朋友的关系 如果说真的要再更进一步 或者是说想要是有一个转环的余地的话 也会认为其实这个几率是真的还蛮小 或说我们可以参考洋洋家影片 就是有没有可以去提升这段关系 或是你们这段关系 是不是真的有因缘命等等之类相关的影片 或许是能够帮助到你们 不过是以目前这段关系来看的话 因为我们先有提到说 他现在是比较着重在说 他自己目前所拥有的一切 所以呢已经分开分离的关系的话 反而就不会有太过于重视 他反而就会觉得说 两支间就是一个平行线 或说两支间就是各过各的生活就好 就是不用太过于把很多的心思跟想法 去留恋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人事物的上面 所以因此呢 关系之中如果说我们想要等待着 对方是再回来找你们的话 杨卉认为这段关系 悬到这组的你们这个几率是最小的 因为对方事实上是已经慢慢去接受 这段关系是已经没有所谓的 就是所谓 就两支间是已经没有那种共同的联系 或者是共同的关联 共同生活圈 他反而会认为说 能够去接受现况的话 或许才是一个最好的答案 跟最好的方式 那他现在的话也会把他的心思 完全投入在他目前 本来就拥有的人事物上 已经失去的一切 他就觉得就算了 就不会去有太多的留恋跟想法 也不会想要去做任何挽回的一个动作 好那这样的话呢 是以上选到这一组牌组的讯息 希望对我们会有所帮助 如果说对我们帮助 或说让你有所公民的话 请记得订阅按赞留言分享 开启小铃铛 如果说需要预约跟付费占卜的朋友 在影片左上方 用洋洋的联系方式 如果想要订购手工铃铛的朋友 也可以与洋洋做联络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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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